35度 我的车子一直放在 硬凉地下 35度 热死了热死了 现在已经17点40了 17点45点10 已经傍晚了 出门去买菜 我把这个GoPro放在我的副驾 窗户上 好热呀 今天是今年的入 也还 还没到正式入夏正式入夏这边是6月21号 今天是10 21号今天是1920号 十几号 忘了 非常热 还没开空调 我靠 火融融道 超市买菜 早知道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回来山道去买菜好了 那时候 懒了 就没 去超市 今天是 入夏以来 刚才说的入夏以来吧 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夏6月21号在这边是正式入夏 但是 也很热 就是没有正式入夏之前的话 今天是最热的 一天了 刚才 四点半 我看来的天气预报是 32度 但今天实际是 表现是33度 刚刚过去一辆C4前面那辆车又是C4 这辆黑色的是C4吧 就这辆 黑色的C4 新C4 这是一个超市 大超市 家门口的 是一个连锁的 很大的 我喊的大仓库就让仓促式的 价格也不错 但是我喜欢去远一点的 我不去了 去远一点 然后车子需要动一下来回跑一下 这车现在始终显示是35度 但实际上天气预报显示是33 今天 然后手机上查是32形式 然后室内的那个 室内有个温度计 显示是28度 很夸张了28度 刚下来的是27.5 现在已经到28了 车开好吗 上一代的 这一代还是曾经在中国卖过的 进口的 是两箱版的 这边3030度一过就感觉非常非常热了 因为真正整个夏天的话 超过30度的圈并不多 明天的气氛一下的就掉到最高气氛就掉到 二十二十几度 然后持续几天都是往下走的 就是都不超过30 接下来10天都没超过30 到了下周的后半段的时候有雨了雷震雨 清风降的更多 最低要降到 二十度上下了 就很凉快 这边只要一下雨的话就特别凉快了 车进去加油了 我最近油价好贵呀 现在柴油价格2.149 下面是2.016 下面的那个95号 哎呀这辆小车真是 害得我现在过不去了 本来我是自己 一把就过去了 这边路都通的 从这条大路走 这边乡村是没有红绿灯的很少 当代那个路口是个红绿灯比较少见的 因为路口比较复杂 这个梯子路口 好几个方向 住户都挺多的 这种主路上反而是用环岛解决的 大的都插路口 旁边都是装甲地 那都已经成熟了吧 小麦已经都非常熟了 你看左边那边金火金灿灿的一片 麦浪 右边的玉米地 玉米肯定没有 玉米现在还很 玉米得到秋天 天气也不是很那个 这几天吧 就这周的 从周三开始温度就一路开始走 基本上没有什么云了 前段时间那个云特别多吗 就是往前推吧 就这周的往前推的 这么点三周 基本上都是那种那个蓝天白云的那种天气 天气特别凉快 也不热 周六如果去超市的话 我为了动车 我一般不选家门客那个超市 我就选远一点的 大概几公里吧 七八公里 我把主编这个草长得好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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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曼 还比较轻啊 有的都已经金颤颤子了 都黄了 感觉快要收割了 收割第 一波 没有 热的药子 一边感觉 刚才这个破伤犯那样的 比地老是在流 没有在房 没有 在乡村开车就比较惬意 基本上你看没什么太大的车流量 今天还周六了 不过现在是傍晚时间 设定一个巡航 你现在是主干道 就像拥有 路权 旁边出来的都是 路吗 基本上你不用担心啊 他们就是突然串到路上这种现象在 在中国农村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经常那种三轮三奔的那些行人之类的 狗 狗的 这边就比较 重要的路口的话 还有提醒 你只要保持好你的那个速度基本上就一个 金属巡航走就行了 旁边都是很多的小出入口 但这个是国道吗 旁边就是村子吗 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们就突然串到车上 你基本上按照你的那个 主要速度走就行了 路权在你的手里面 开车就比较轻松吗 巡航一定 就很惬意的往前开 特别舒服 那个超市在往前走走就到了那个 之前我录过很多次视频的那个 森林公路 挺长的 森林公路 也有那么好几公里长 整个那个森林后盖的那条路 路段特别长 你看远处 远处就相当于丘陵吗 在全部的那个 森林就在那个丘陵里面 就是往上爬坡 到那个开始翻越来 那边是过渡地的 就一大片 两个大区之间的过渡地 这边的法语 到了前面那个 爬坡的地方就进入河雨区了 所以那片森林就是两个大区的过渡里的 到秋天的时候特别好看 秋天的时候那个森林全部都变黄了 金黄色的 平淡淡的 然后如果有阳光的好天气的话会特别漂亮 开车车里面穿越特别惬意 哦 减速了 滑行了 前方200米50了 就到了个村子了 到了这边这个村镇 超市就在这 新C4多起来 遇到链亮 一处小区遇到链亮 今天太热了 外面 湖外的人比较少 今天气温实在是太热了 我过不去了 本来还想加速的 有一种四家非家的感觉 正好没赶上 对 这就是 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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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好看 不 什么地方有阴凉地啊 太阳底下太晒了 好像找个有阴凉地的地方听啊 可惜没有 超市人也不多 还好 后面我更悟 会见鬼了 今天停车的地方怎么那么累啊 这边有一团地 让它远一点 空调关掉 进去购物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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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